在2027年的京都推動了京都編年史計劃 由京都大學與布魯拉公司合作 利用無人機記錄城市的歷史、樣貌及各項數據 並將數據儲存在有著無限記憶容量阿爾塔拉的量子裝置裡 融入了現代科技設備上大大的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 男主角堅叔指使是個非常喜歡看書的高中生 但因個性內向不夠果斷 這讓堅叔在做任何決定的時候都不盡理想 為了改變自己的壞習慣 到書店買了一本跟決斷力有關的書籍 堅叔照著書本上的建議來讓自己得到改善 但仍然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更在某一天的班會上 堅叔被同學們舉薦担任圖書委員 虧不情願但還是默默的接受了 好在圖書館裡有一位非常可愛的同學小鹿 讓堅叔覺得當上圖書委員也不全是壞事嘛 在委員會議結束後 委員長要求各位圖書委員下載WISE的社群軟件 建立群組方便後續大家的交流 男同學們也趁機向小鹿要聯繫的方式 堅叔也在此時注意到了一位名叫一行琉璃的女生沒有加入群組 並希望可以與琉璃加個好友方便之後的聯絡 不過琉璃看起來似乎不太會使用手機 直接從包包拿出紙跟筆 將地址寫在上面 讓堅叔有事情的話可以直接過去找他 隔日就在堅叔離開圖書館要回去的時候 發現一堆人在街道上查看天空的奇異現象 堅叔在天空中看到了一隻烏鴉 烏鴉飛落在堅叔的面前 堅叔發現他竟然有著三隻腳 當堅叔還在驚訝時被烏鴉的叫聲嚇到 讓手上的書本掉落在地上 烏鴉叼走其中一本書便飛走了 堅叔追著烏鴉來到了一處神社前的鳥居下 當堅叔將自己的書本撿起來的時候 周圍的環境產生了變異 許多道光線在堅叔面前匯聚 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憑空出現 喃喃自語的說著自己終於成功進來了 當白衣男子看到堅叔之後 脫口叫出堅叔的名字 堅叔嚇得馬上跑走 堅叔本以為已經甩掉白衣男子 但在離開地鐵要回家的路上 又碰上了白衣男子 堅叔緊張的對白衣男子說要報警 下一秒一個小男孩從白衣男子的身體穿過 堅叔才意識到原來白衣男子只有自己才看得到 當堅叔詢問白衣男子到底是誰的時候 堅叔卻從床上驚醒 原本以為一切都是夢境的他 在拉開床臉後發現了那隻三隻腳的烏鴉 正在用鳥會敲擊著玻璃窗 催促著堅叔去找白衣男子 白衣男子帶著堅叔去參觀阿爾塔拉 隨後將堅叔帶到了河邊 白衣男子說 這裡有一件事被記錄了下來 講完之後堅叔就被失控的無人機砸傷了腦袋 原來這個世界只是被記錄在阿爾塔拉內部的數據世界而已 而眼前的白衣男子 正是十年後真實世界的堅叔指使 這裡為了方便我們稱呼未來的堅叔為指使 指使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為的是解決堅叔悶騷的青春煩惱 簡單來說就是幫堅叔找個女朋友 並告訴堅叔三個月後他會和一行琉璃交往 有一天堅叔在校園內觀察著琉璃 堅叔告訴指使 比起性格果斷的冰山美人 他更喜歡與人相處融洽且可愛的小鹿 指使認為堅叔一定是看錯人了 他非得自己親自確認 但當指使看見琉璃時 眼淚不自覺的掉落了下來 這一幕正好被堅叔看到 之後兩人來到了頂樓 指使講述在現實世界中 琉璃在三個月後的煙花大會上 會被雷擊中 之後就再也沒有行過來 指使告訴堅叔他來到這個世界 就是希望堅叔可以拯救琉璃 就算現實世界沒有辦法改變 也想要改變數據世界中的結局 看到堅叔與琉璃一起幸福生活下去 堅叔聽後非常的感動 並且答應指使要一起拯救琉璃 但是現在的堅叔什麼都做不到 指使便讓身旁的烏鴉化身為神之手 成為堅叔的最強神器 而神之手就是擁有可以改變數據管理權限的裝置 可以使腦中想像的物體具現化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堅叔自己的想像力 但是神之手無法改變他人的意識 所以要想攻略琉璃的話 就要依靠指使的最強手冊 裡面記錄著指使與琉璃一起經歷過的事情 但是堅叔認為放任自己去行動也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不過指使告訴堅叔 從他們倆接觸的那一刻起 時間線就產生了變化 所以現在需要利用手冊同步過去與現實的時間線 使事件不會產生偏差 之後堅叔照著指使的指示 這時公車剛好煞車 堅叔因慣性去撞上琉璃的臀部 兩人下車後 琉璃給了堅叔遺跡耳光就直接走了 堅叔開始質疑指使的最強手冊 但指使告訴堅叔 這是必要的過程 並且指向地上的書籤 之後堅叔在學校將書籤還給琉璃 並且向琉璃解釋來龍去脈 琉璃也感到非常的愧疚 向堅叔道歉 某一天指使站在高樓上 發現了修復系統的出現 而日便加強了對堅叔的訓練 直時希望堅叔可以將神之手發揮到極限 強到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都可以保護琉璃的安全 當堅叔訓練完要去學校的時候 直時叫堅叔今天一定要前去學校的圖書館 因為琉璃會為了將書本放為書架的上層 讓自己的懼告證發作 從而從樓梯上摔下來 幸好堅叔即時趕上救下了琉璃 隨後便把琉璃送去休息室休息 堅叔告訴琉璃 書籍讓他來整理就好 但琉璃想為堅叔分擔一些工作 所以提議整理中程書籍就由他來負責 雖然這樣效率會降低 但是兩人交流的機會也逐漸變多 感情也在慢慢的升溫 之後圖書委員要舉辦舊書試籍 為了可以從同學們那裡獲得救書籍去販賣 堅叔跟琉璃在教室裡面設置了一個救書捐證箱 但一個禮拜過去只收集到了兩本 以這樣的速度根本趕不上市籍販賣的目標 之後兩人去了教職員辦公室、走廊及其他地方收集 但還是達不到預期 正當堅叔跟琉璃在煩惱的時候 委員長提議如果家裡有的話也可以捐獻出來 接著琉璃就帶堅叔到他家 搬他爺爺書房裡的書籍 堅叔一開始覺得不太合適 但是琉璃說 能被閱讀才是書最大的心願 爺爺一定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生氣的 之後兩人就用拉車將書本運回學校 中途休息時 琉璃問堅叔喜歡什麼樣的書 由於這是最強手冊上根本沒有記錄的問題 所以堅叔回答得很含糊 此時琉璃說 他喜歡挑戰艱難險峻 永不言棄 憧憬達成目標時的英姿 也想成為那樣的人 所以非常喜歡冒險小說 聽完之後 堅叔認為他剛剛的回答 實在很對不起認真回應的琉璃 便告訴琉璃 自己喜歡的是科幻小說 喜歡美妙的世界觀 不詮釋白日夢也有現實的影子 就像自己沉浸在那個世界裡面一樣 琉璃聽完面帶微笑的對堅叔說 他也能理解 琉璃的這抹微笑讓堅叔動了心 為了轉移害羞的情緒 堅叔轉過頭拿了一本書 翻開書後發現 裡面還留有一張借書卡 琉璃說 第一個讀他的人 並且第一個寫上名字的人 心情應該會非常的高興 兩年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休息時刻 之後拉著拉車將書運到了學校 其他的圖書委員看到後 也自願一起去琉璃的家中 將書搬回學校 不過因為還沒有得到老師的許可 所以只能將書放在校舍旁的一處棚子內 到了夜晚 因為電線走火的關係 導致書籍全部被燒毀 直池為了讓數據和現實不產生偏差而選擇旁觀 直池也希望堅叔可以按照手冊確實去執行 但是堅叔不甘願是這樣子的結果 他更不想要看到流離失落難過的神情 到了半夜 堅叔偷偷跑去圖書館 利用神之手複製被燒毀的書籍出來 但是礙於沒有參考資料 所以根本完成不了 於心不忍的直池 將被燒毀的書籍 從數據庫中投影出來讓堅叔複製 到了隔天 堅叔帶著流離到圖書館 並向流離謊稱 有一箱書籍被分開放置 所以沒有被燒毀 但流離從箱子裡發現到了 原先堅叔想在舊書集市買下的書 正要開口詢問時 堅叔就因為體力不支昏睡了過去 圖書委員們也沒有因為書籍被燒毀而放棄 反而將自己家中的舊書都帶了過來 讓下午的四集也能順利進行 四集結束後 流離到了休息室照顧堅叔 堅叔醒來時映入眼簾的是穿著寇死服的流離 流離拿著今日收益並向堅叔道謝 堅叔也藉此向流離告白 流離則回答 那交往這件事一個人是辦不到的 二人一起做吧 堅叔成功獲得流離的芳心 之後堅叔和寺死就一直在深山裡面進行訓練 堅叔已經能夠利用神之手創造出小型的九大行星 甚至連太陽都能夠創造出來 寺實認可堅叔現在的實力 現在的他有能力可以保護流離的安全了 到了煙花大會當天 堅叔沒有邀請流離參加 而是和寺死在流離家外面待命 預防意外發生 堅叔好奇的問寺死會發生什麼意外時 就看到了有著狐狸面具的修復系統 因為阿阿塔拉已經察覺到了流離的紀錄發生了偏差 需要進行修復 由於修復系統數量太多 兩人還是被修復系統強行傳送到了落雷的地點 寺死要堅叔放手一搏 堅叔便想到利用黑洞來阻止雷擊 最後堅叔靠著自己的意志戰勝修復系統的阻撓 並成功阻止了流離被雷擊中的事故 因為救下了流離而開心的和流離相擁 就在兩人感情升溫的同時 神之手變化成鐵牢關注了流離 寺死也在這時候攤牌了自己的計劃 原來在十年後的現實世界 流離並沒有死亡 只是變成了一個惱死的植物人 為了要喚醒流離 需要數據世界流離的意識 但是移植條件是需要兩者的意識 情感及精神狀況達到一致 所以此時才會大費周章的 從旁撮合堅叔和流離的感情 之後流離就這樣被指使給帶到現實世界去 堅叔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絕望的走到了流離的家 發現流離的家正被系統給消除 迟迟回到現實世界後 回想起為了拯救流離 選擇加入阿爾塔拉實驗隊伍中 為的就是能讓意識進入到阿爾塔拉內部 多次的實驗中 也導致了自己的右腳造成的永久性損傷 到最後成功進入 一直到現在 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心願 之後阿爾塔拉裡有一部分資料損壞 因為擔心蝴蝶效應導致系統崩潰 所以需要將那一部分損壞的數據還原 而那正是10年前堅叔所在的時間線 此時堅叔為了不讓自己被修復系統消除 而拚命的淘寶 之後他在天空中發現了一個黑洞 心中竟產生了一種可以在那裡找到流離的想法 雖然猶豫 但為了能找回流離 不顧一切的往黑洞裡跳 進入黑洞的尖書 來到了一個奇怪的空間 在這裡面有著同樣是三隻腳的烏鴉 烏鴉向尖書說他沒有死 而自己正是尖書的同伴 他觀察了尖書三個月 決定再次賦予尖書繩子手 讓尖書將流離奪回來 隨後尖書用繩子手將自己傳送到十年後的世界 此時現實世界的指使 正在向流離講述這十年發生的點點滴滴 但流離對眼前的一切 包含鏡子中的自己感到非常的陌生 正當指使行情賣賣的要吻向流離時 流離問起了舊集室留給他的那本書 現指使回答不出來 流離知道他不是自己所認識的尖書指使 這時病房的門口出現了修復系統 指使馬上察覺到原來他所認知的這個現實世界 也只不過是阿爾塔拉的其中一個數據世界 修復系統為了排除本不存在的事物 所以打算將流離抹除 就在指使被修復系統壓在地上 無能為力的看著流離即將被抹除掉死 尖書出現了 便成功利用神之手阻止流離被修復系統殺死 接著揍了指使一拳後 帶著流離離開了醫院 神之手要求尖書到火車站頂樓 因為那裡是最適合將流離重新送回原來世界的最佳空間坐標 隨後神之手發現修復系統的移動速度太快 尖書只能創造出自己唯一會使用的自行車來擺脫它們 但修復系統可以在任意地方生成 且數量過於龐大 當兩人被團團包圍時 良心發現了指使開車殺戮 順利的載著尖書跟流離突破重回 為了避免再次被修復系統干擾 尖書利用神之手創造了一條捷徑 直達火車站頂樓 到頂樓後 尖書使用神之手在火車站樓梯創造了量子轉化裝置 直持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不應該為了自己的思念而去拆散它們 流離也在傳送前感謝直持一直深愛著它 當流離完成傳輸後 接下來輪到尖書了 這時修復系統卻破壞了傳送門 尖書只能利用神之手對抗修復系統 但修復系統的數量實在是太多 最後凝聚成一個巨型的怪物 並且將尖塔丟向火車站頂樓 尖書利用神之手去阻擋 就在這個僵持的局面 直持告訴尖書 我有辦法擊敗他 就是利用神之手消除我 但尖書不想要這樣的結果 所以用盡全身的力量去和修復系統抗衡 到最後尖書還是撐不下去了 直持這時卻不用拐杖站了起來 拉開尖書 成功的救下尖書 他堅信只要相信 自己就會無所不能 並且告訴尖書要幸福的活下去後 便慢慢的消散 因為直持數據的刪除 修復系統也停止了動作 同一時間 阿爾塔拉的管理人員 切下了重啟的開關 導致系統數據量暴增 將尖書和劉璃送到了另一個世界 劉璃問 我們回到原來的世界了嗎 尖書則回答說 這裡一定是誰也不知道的全新世界 電影最後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 本該被刪除數據的直持 緩緩緩睜開雙眼 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實驗室裡面 身邊是自己深愛著的劉璃 原來在2027年真正被雷擊中的是直持 劉璃為了救直持 才在系統內開啟了多重世界 並且化身烏鴉去引導直持 直持也因為捨身去拯救尖書 使自己的意識、精神和現實世界的軀體 達成了同步而甦醒了過來 最後不管是數據的尖書跟流理 亦或是現實的尖書跟流理 雙方都迎來了美好的結局 如果喜歡這類的影片可以幫我點讚支持我 我是三星,下次見,掰掰